文化APP 凡人竹缝的行动计划 是借由整合在地资源 发行刊物无期封 并且推广地方的艺术文化等等 那么当地过去 曾经是繁盛一时的渔村 不过后来随着行政中心的遗转 人口跟产业也逐渐凋零 并且让发展停滞了数十年 那么究竟这项计划 要怎么样让居民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而当地有哪些故事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计划提出人李志孝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 志孝你好 哈喽 四连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志孝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曾经介绍我们的刊物 无期封的一个筹办过程 不过在谈你们今年度的计划之前 我要先请你为听众朋友 简单回顾一下 你当时候怎么会想要 在无期推行这项计划 那你原本还是一位社工员 对不对 当时候是之前前一份工作 其实就是在无期 当任社区的社工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对无期有更多的认识 那一直以来自己在海线 居住大概十几年 其实都没有机会靠近无期 然后也透过这样的互动方式 认知更多在地的故事 但是因为在地其实很多 人口外移的问题 还有地方文化慢慢受重视 所以很多重要东西慢慢凋零 然后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计划执行 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 重新的记录 或是让更多的人看见 也在无期当地留了很久 你原本好像大学在那边念 然后后来工作也留在那边 对之前都在海线一带 所以你就是当地居民 给你很多的热情 所以你就想要留在当地 为他们做一些事 不过你这项计划 就是在台中 无期也就是台中港的所在地 我请你为听众朋友 简单介绍一下 你进行的这项计划 是在当地的一个无期老街 那这个老街 它过去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 那过去发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吗 其实过去无期 它就是一个港口的环境 所以很多通商 或是一些行政中心 都在靠港的地方 那老街 它其实过去就是一个 蛮重要日据时期的行政中心 也因为这样的行政中心 带动很多的人潮 跟商业的繁荣 在地过去是有很多商行 跟一些古迹的发迹 那但是随着我们日军的撤离 那行政中心转移到比较市区 然后铁路的蓬勃发展以后 其实这样的一个村庄 就慢慢的运落 那现在就是长辈都会笑称说 从无期的老街街头 打一颗子弹 打到街尾都打不到一个人 对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那个之间的落差 是很严重的 对所以我们现阶段就希望说 重新透过这个计划 让在地人对这个地方 重新感到一些好奇 就是去年我们是走心动 那今年其实希望 透过更多的活动 让更多人回到这些地方 做一个走动的动作 我去看看这个地方 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今年就办了很多 鼓励当地民众 出来的一些活动 对不对 是 不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你这项计划并不是 只有锁定在这个历史文化 或者是艺术等等 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希望透过一些活动的举办 让在地居民可以愿意出来 重拾对老街的信心 不过我知道你们之前 已经有进行过一些 这个在地的田野调查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这段期间 我们有没有挖掘出哪些故事 有没有哪些是让你 比较感动 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目前印象最深刻是两位 一个是他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接触过 他其实就讲说 他在老街上搬迁了非常多次 那他从十几岁就开始 重置渔业 把家里的几个孩子养大 那养大的过程中 孩子都非常的有成就 包含当地委 或者是说在大学当销售等等 可是在这个时候 他最后只能选择 跟自己的太太 回到老街去孤老 就是自己的晚年 那他觉得说 他现在就是生病了 没有办法再跟年轻人一起住 怕拖累到年轻人 所以就回到老街去住 可是其实对于我们的人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纠结 是 就是你把孩子栽培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以后 只有自己却只能去在一个地方 慢慢的回顾 自己跟这个地方的一些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的消失 随时可能因为这些长辈的离开而不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其实有一个阿伯 他从将近十岁的时候 就到台北北上去学木工 然后到了大概十八岁学成后 就回到台中的地方来做木工的工作 他从很小的一个木工椅子 到一整栋木屋 他都可以独立的完成 那我们其实很好奇说 他这些记忆 能不能传说给年轻人 或是教年轻人说 怎么样去认识木工这个工作 但是他给我们回复说 现在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太累太辛苦 或者是太出众 那没有人要去学 甚至他自己的孩子他都没办法传承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很多传统记忆就这样子慢慢的消失 就是看到一些这个 其实这两个阿伯的故事 其实也看到当地一些家庭的一些状况 就是青年人口的一些外移 还有一些传统的部分也慢慢的流失 不过其实你们除了做这个田野调查之后 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办了一些 像是亲子阅读 读书会或者是讲座等等 那当中还有一个叫做是草地市集 我在你们这个脸书上面看到 你们这草地市集还蛮有趣的 你会谈一下这个草地市集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 那居民参与的状况是怎么样 草地市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注视到一件事情 五七现在大概五万七千多人 那听说就飞光方的统计 大概有将近四成到五成 是外地的居民在这边工作 顺便就是居住在这边 可是当大家就是工作下班以后 可能到周五或是周末以后 就离开这个乡镇 回到自己的居住的地方 那更多的在地人 其实他们需要更多的生活上的享受或是刺激 其实也是会往都市移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乡镇里面 其实就会很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对那草地市集的它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说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 当做一个放风的地方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海鲜很多的 不管是手作的二手的艺术的 等元素在这个市集里面发生 不然说我们其实会有一些食物啊 木工的产品啊 或是一些艺术家的产品 或是一些二手的交换 那再来就是会有音乐性的表演在这边 那我们的表演从最小的国小学生 他们有那木香鼓的表演 还有街舞的表演 到我们有七八十岁的长辈 传统舞蹈的表演 就是参与的状况其实非常广泛 那在举办以来一直我们其实最一开始 最受到困难的其实是场地 对能够有一个好的场地不容易 那最后是社区很支持很帮忙 就我们一起合伴在一个公园里面 对所以那个公园也因为很大 所以可以容纳很多的人 那大家参与的地方参与的习惯就还不错 其实都会到这个地方 甚至带着孩子或是长辈来这个地方走一走 对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看到更多的人 他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多跟自己的亲人相处 这是一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那也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互动 让更多海线的一些比如说商品 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记忆 能够在这个状况被看见 而且你们这事情好像是都固定的一段时间 就会办嘛对不对 对我们之前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下午会办 但是七八月因为真的太热了 太热了 所以我们怕大家是会有中暑 或者是说那个一些生命上的危险 所以我们就是先暂缓 那预计大概九月三号会 重新跟社区的中秋晚会一起合办 中秋节的时候这样子 不过你们除了这个 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讲座 或者是这个市集之外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做 无期小旅行的活动嘛 那这个办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 是不是也跟这个在地居民做一些连结啊 其实这个跟我们去年的一个摄影的课程有相连结 因为去年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居民 他是非常喜欢重新用摄影的方式去认识自己的家乡 那其实摄影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基于说我们对于这个场景的可静性或是认识程度而产生 那我们就透过自己去绕一些巷弄啊或是一些秘境 然后去认识这些秘境里面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在老街上我们就看到祈祷说有一栋是清朝的房子 虽然有点下线但是我们把它找出来 那有一些地方是过去拆掉它其实是过去是一个酒楼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 那我们就带他们去认识 然后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那当透过摄影以后我就觉得我跟这个照片跟这个地方是有连结的 那我们再增加一些在地的导览或介绍 其实居民他会更直接觉得哎呦这些事情以前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 对甚至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也对武器有非常多的好奇 因为大家都觉得武器好像就只有台书鱼港可以去逛一逛嘛 其实这就没了 所以当我们办理后其实多数的参加的朋友其实多数是外地人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重新再跟社区去规划这样子的消息 预计下半年大概9月10月又会有新的场次会有重新办理 那你们这导览是由谁来带啊 就我们这个工作室这边吗 工作室这边的会有摄影的导览 我们分不同的性质 比如说这一次的小旅行他是以摄影为主题 是 我们会先介绍说摄影的成像跟他的遗价 然后带着地方的 就是参与的朋友一起去认识这个地方 那有一些是可能会之后是走文史的路线 对他就是比较详细在说明在文史上面 而不是摄影就会只是一个环节 对对就是他之间的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是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啦 不是这个所谓的走马看花而已 热闹一下就没有了啦 是希望让这些参加的人真的是能够有所得啦 不过其实我们这项计划已经在这个当地推了一阵子嘛 那您自己在这个期间当中 你觉得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 那你就您观察当地有没有一些改变 其实就是不断要告诉每一个朋友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让大家理解说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是 对因为当大家如果不认识这件事情而是觉得这件事情在别的地方他其实也可以参与的话 我相信这件事情他被关注的程度就会慢慢下降 那再来是这个这件事情跟当地的没有产生互动或是连结 他没有意愿走出来的时候 这件事情他的价值也会相对的比较低 所以这是我们持续最辛苦的部分 那包含说我们正在外界去告诉更多人 其实台中有一个叫无期的地方 那这是第一个辛苦的部分 那就我们的观察其实在地有一些不管是单位组织或是个人的方式 都用大家的方式再重新让这个地方更为活泼 不管是办各式的活动 不管是音乐节或者说一些产品的产生 或是一些青年开始返乡回到老街做一些简单的贩售的动作 其实开始有一些些的这样的尝试虽然不多 但其实也还是蛮明显的会有跟过去一来比是比较不一样 你刚提到这个观念的沟通 现在状况有比较好了吗 现在多数人其实基本上会大概知道无期中要走的路线是什么 对但是就是说大家怎么去参与跟支持 或者是说让大家有更多融入的机会 是我们正在比较头痛在思考的一个部分 这可能是要慢慢累积嘛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尤其这里的惯性是需要花时间建立关心 比较不是走所谓的商业的模式 我今天有个商品我就给你 然后你就来我就认识 其实不进来 而是一个慢慢的去关心的累积和互动才能够形成 所以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很急 时间好像拉长了 大家对我们的认识或是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多人的去认识这个地方 或是参与到这其中 所以相信也是你们很有热情 不然也不可能这样子一直持续坐下来 那你们目前有没有吸引到当地的一些在地青年返乡来参与 有其实还是陆续有在地青年来参与 像我们最近有一位新的成员 他现在是在读大学 然后是他的妈妈看到说我们在做的事情 然后就跟他说 那你想接下来大学时间如果比较空的话 就跟着一起去做 那他自己也感受到说他其实也希望说将来可以再无期工作 但是他对这个地方非常不类似 他也不晓得该能够做什么事情 因为当地的工作机会现在其实还是以服务业为主軸 那他就是在想说一方面来认识这个地方 二方面去想也许之后他可以创业的一条路 就是能够在参与你的过程当中来做中学嘛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这段时间有没有虽然这样子推广 那么辛苦啊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感触啊 会耶我其实有一些感触耶 就是比如说像 因为我的对这个地方的感情是很多人的给予 然后包含说自己的感受 到今年其实第二年开始做这个计划 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做这个计划到底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被看见 还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 还是说是有其他的可能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价值上的拉扯 对你也看到我们其实就可以 就专心做自己的工作 不需要花时间投入在这方面 对啊服务大家 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非常可惜 它非常有潜力可以被看见 当然说今年其实地方的社区 也有办国际志工的活动 那就来自于西班牙的朋友原来 他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特别 虽然小小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有艺术的 对可是就变成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静妙七神的那种状态 大家住惯了 就觉得我们生活其实没什么 对其实我们都还在思考说 到这个地方就是放慢脚步重新去检视 到底是我们被这个文化价值影响 还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方向 就是这个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不过你们其实计划 我知道你们分三年来进行嘛 那现在已经算是这个中期了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年算是比较规划一些多的一些活动举办 那接下来有没有要说要朝向哪个方面做发展 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年就是希望说 在这些众多的活动找出一个适合地方的方式 然后不管是给予在地的人参与 或者说让更多外界的人认识地方的方式 然后统整以后找到一个 也许它是可以谋生的方式 也许它是一个可能性 然后就去建立明年我们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小旅行四级 或者说今年有办了一些展演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把这东西透过刊物这样的载体 产生不同的发酵 其实都还在一个摸索当中 但是慢慢有它的一个出行出现了 这个就可能是要慢慢来嘛 一阶段一阶段的慢慢的往前进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近有没有办一些活动啊 那如果听众想要多了解的话 有没有哪些管道可以知道啊 现在时间最确定的是9月3号 我们会跟五七区的南检设计发展协会合办 地方参与大概就是一两千人左右啦 那其实我们也欢迎就是有听到的朋友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走走看看 听起来这9月3号是一整天的行程嘛 早上是市集晚上还有个晚会啦 那如果他们想要多了解这些相关资讯的话 有没有哪些管道 我们的粉丝专业那个在FB上面搜寻五七峰 都可以看的吧 五七峰 这个峰就是那个风力发电的峰嘛 五七峰 对对对对对 你们就相关的一些讯息都会po上去啦 不过那我们今天单元的最后呢 一定要介绍一首歌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在地青年所创作的嘛 你会简单介绍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原本是我们的伙伴 一位青年叫做吴念恩 他其实是为了我们的五七放风日 草地市集所做的宣传曲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到了台北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又回来五七工作的一个伙伴 他其实是觉得说 家乡储片人口有外移的一个问题 那许多人都离开到外地工作 就忽略了当地原有的一个美丽的感觉 那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歌曲 可以让离乡的人想起当时在外啊 工作啊或是求学心情烦闷的时候 吹到自己家乡的风 可以散散的心 然后借此想起无趣的风 甚至是家乡的土地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嘛 一些感触啊 真的是不得一定要到外地去工作 然后现在能够回来自己的这个家乡 奉献自己的一些力量 我相信他自己可能这个所感触而创作的一些歌曲嘛 对不对 是 OK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李志孝 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凡人主缝计划 那么这项计划呢 是借由整合在地的资源 来发行刊物五七峰 并且呢推广台中五七的在地艺术文化等等 那么特别的是啊 他们也透过活动的举办 凝聚在地居民的情感 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那么今天在单元最后呢 我们就在这一首 由在地青年创作的歌曲 来去五七放风筝的歌声当中 再次谢谢志孝 跟听众朋友分享五七的故事 那么也祝福您 未来就顺利哦 谢谢您哦 好 谢谢四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起路坐帮风吹 回来起路坐帮风吹 回来起路坐帮风吹 无亲亲的朝暮在我的旁 来起路坐帮风吹 帮风吹 帮风吹 阴天的心爱帝 来起路坐帮风吹 离心帮风吹 帮风吹 帮风吹